阿嬷,請問你這筆錢是要付錢嗎? 付錢的錢是什麼用途? 我這筆錢是準備買中逢用的錢 麻煩你,趕緊帶我付錢就好 但是你這筆錢是用家去貸款 知道你這家賣款越來越來越來越 今天你媽想要賺出去 這個過程會不會太快嗎? 不會啦,我就想趕緊把事情處理好就好 有啊 那這個收款人是夜市內設計師,要是工班 你敢有錢這裡是實際的人? 有啊,我有實際 有啊,那你敢有這個收款人的手機購買? 沒有啦,我平常使用通訊軟體很連繞 不然這樣,我給你看她的 idea 很好 阿嬷,你連對方的購買都沒有 都要賺這麼多錢去喔 這樣可能有方向啦 這要怎麼有方向啦 好,我直接跟你說啦 我是要用這筆錢來做貸款的 而且我已經貸款了很久了 你現在就趕緊跟我 這錢都回過去,沒關係啦 你還要好好考慮看看 現在有很多詐騙人 都是用貸款的名義來騙錢喔 你這筆錢如果是回過去 對方馬上來頂走 這是拿都拿不回來的 你錢也要太清楚,不能充滿啦 你放心啦 人家的利潤妹妹,人家真的很好耶 他絕對不可能騙我 而且我每天都有投資的報表給我看 這不可能是騙我 不可能就趕緊帶我把錢放出去就對了 抱歉啦,阿嬤 你的總統已經貸款到我們銀行內部的 防炸機制了 我請警察來幫你刷屏 什麼? 阿嬤,阿嬤就要再報警喔 阿嬤,阿嬤就要再報警喔 阿嬤,在警察來盡情 趕緊帶我把錢放出去就好了 阿嬤,你這樣根本就是在做我賺錢嘛 你就把錢放出去就好了 我跟妳說啦 有事我自己付錢 妳都不付這人好不好 阿嬤,我是真的為妳好啦 妳如果是真的為我好 妳就趕緊把錢放出去,好不好 不要做我賺錢 趕緊帶我賺錢啦 阿嬤,那是妳啊 阿嬤,妳來了剛好,快點 妳喔,趕緊把這個行員說 趕緊把錢放出去啦 要不然,那是這個導主的額度 那是我啦 這樣我的損失就很大 妳趕緊把她說啦 好,好,阿嬤,那是不要中間 妳跟妹妹給我看看 妳到底是要找她看什麼 好啊,好啊 妳看 好啊 人家這個小丸真的讓阿嬤賺很多錢 她很好心耶 而且我也有賺到的 導主日孫拿錢回來 這是這麼一個不可能騙人的啦 唉唷,阿嬤 這就是現在最多人 讓我們騙招老貴假投資詐欺 真的有人詐騙啊 誰啊 這怎麼那麼可能啊 這... 這... 喂 啊 不好意思啦 小丸 我知道喔 妳很好心想要把阿嬤幫我賺錢 但我現在家真的需要用錢 我才直接交給妳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盡情投資的錢 先回到給我 不會啦 阿嬤 這機會我已經不簡單 就替你很處理 你這樣我真的很難做事 還是你先把錢回過來 先讓我對主管有一個交代 我再做一次把錢回到給你好嗎 蛤 雄哥 我現在出的真的有所有用的錢 不然這樣 你幫我盡情回到你的錢 先回回給我好嗎 阿嬤 你放心 這只是公司規定的流程而已 你如果把錢回到賣 我保證你很快就能把所有錢拿回去 阿嬤 小姐 你好 是這樣啦 我是成長頭的女子 其實阿嬤有告訴我 她想要加碼三百萬的投資 不過這筆錢真的太多了 銀行的人就沒給她回款 所以我是想說 你就直接跟我說 你們公司在哪裡 我就帶阿嬤過去 直接給你們現金啦 還是銀行沒給阿嬤回款 你也可以直接把錢拿出來 我可以派人去銀行門口 直接給你們收刀主的錢 不必啦 其實我對你們刀主也有興趣 所以你就直接把你們公司的地址給我 你們公司怎麼在哪裡啊 我公司這麼大 你往路都看到我們的資料 我是看阿嬤很有心的 輸得還要跟她打三天 她這樣沒心靈我 不然就別走 有什麼事地下做啊 說民進台的投資 有什麼需要的營營營營營 還是說你們根本就有鬼 欸 喂 欸 欸 怎麼切掉了 我試看看 啊 欸 都不在接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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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 不是這樣 又歪著路都找不到的人 要怎麼做 你這個 我今天堵我詐騙集團了 啊 阿嬤 你怎麼這麼哭 我這麼相信他 快點 他真的是詐騙集團 我還不相信 我再試看看 啊 他都不在接了 阿嬤 阿嬤 這就是詐騙集團的慣用手法啦 他們這樣讓人好看 就不好就聯絡了 是啊 阿嬤 這真好就是 你把對方當作是好朋友 詐騙集團的當作是肥人 你最清楚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網路通訊軟體 是不是這個理狀 他本人在使用的 我們根本就沒辦法 補斷這個人真正的興奮嘛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你看看 對方只要 如果一塊錢有問題 就隨便幫你提出好友 這個詐騙集團 怎麼這麼不良心 這全部都是我辛苦的錢 你這樣我已經誤會了 為什麼要來騙我 唉唷 現在這張透過網路 來報你標誌啦 還是說給你投資什麼 虛擬貨幣 大部分都是詐騙集團 阿嬤 阿嬤 你這麼不認識 你怎麼會騙你跟那個情侯人 哼 是那個楊太太介紹給我的 我本來也是想說 我要跟她試試看 到底是真的假 還是說我開始 只要投資幾萬塊而已 不過我真的有賺到錢 而且那個小碗 我真的有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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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相信你 後來我就越賺越多了 你到底是賺多少錢出去了 我已經賺過了幾萬出去了 這麼多錢 我是要騙多少錢 我這麼騙不回來 唉唷 阿嬤 我拜託 你腰還比較小 你不懂這麼肯定相信別人 你跟她想 你沒有在家直接賺多少錢而已 你用騙錢的錢 那不是很完美嗎 我知道啦 不過我剛才很不敢玩耶 阿嬤 你不要這樣想啦 其實這次也讓你加在 那個銀行的人 發生很快 我把你的費款擋下來 不然你拿房子去貸款 那三百萬就真的有人騙了料 我之前也有家裡過很多 這款的受害者 到最後 錢都給人騙了料 連房子都沒有了 我還要我們警察 把他把錢給錢拿回來 那也是很困難的 是啊 阿嬤 你要不要這樣 這麼乾脆的雙性罷了 這個事件 沒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才像這種來路不明 要把探險管道 那些大部分都是在騙你的 是啊 現在除了這種投資詐騙 也有很多詐騙集團 要繼續檢查我還是警察 卡電話來說你涉嫌洗錢 所以要監管你的銀行帳戶 用這種方式來欺騙你這些人 大人 所以阿嬤 我跟你說 你若是有接到這種 來路不明的電話 一定要好花查證 你可以去問你身居美的人 像亦凡 不要把人說你嚇你會受傷 現在我知道 你娘 經過這次的告訓 我一定要跟其中所有的人說 除了這潤行 還是說 有牌照的證券公司 以後我們要付款的時候 一定要比較小力 沒看到 都是詐騙集團 沒有 不對 所以在進行很多 付款之前 都要先查到確定一次 你若是有很好的問題 其實這次我們卡165反詐騙專線 去問看看 對得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沒有不對 打擊詐騙人人有責 好啦 阿嬤 別擔心了 我首先 留心是 開錢 如果不會夠婚 你以後要用品牌的嗎 誰還有以後 不會啦 我是只有不敢說 那些錢又拿回來 好啦 你別擔心了 你用品牌開錢 我這個廁所要拿回來 這樣好嗎 不要 請你告訴我 你同年也吃虧了 喂 媽 什麼事 要我跟彥彬去美里亞營到 我是要做什麼 好啦 我下班後就過去 拜拜